另外来看据俄罗斯生意人报今天的报道说 访问俄罗斯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体抗运动哈马斯的代表团成员哈米德表示 在达成停火之前哈马斯方面无法释放其扣押人员 哈米德表示哈马斯愿意释放被扣押人员 但需要时间在加沙地带找到所有被扣押人员 他表示不同的团体成员扣押了人质 目前需要停火哈马斯才能够进行搜索找到被扣押人员并且释放他们 谢谢大家